新一箱東浦部落的文件站原本設置在東浦10的多功能集會所 但因為場地較小 讓部落長輩的活動空間與授課都受限 因此文件站特別向圓明會轄下的活動中心申請使用場地 圓明會的副主委林必俠日前來到東浦會堪 除了了解場地現況 也希望能夠提供部落長輩一個舒適安全的文件站空間 圓明會副主委林必俠來到東浦活動中心第一棟大廳 對於場地的寬廣很意外 隨後來到第三棟也就是部落文件站申請使用場地 了解未來需要的設施 督促相關人員要好好規劃 規劃設計的那個那個 先是棟體需求 它是提需求 今天有機會把東浦文件站重新應用這個空間來做使用 我覺得第一個很好的地方就是可以照顧我們當地的老文家 第二個是我們活化我們的空間 那也因為這樣的一種思考 那未來對東浦老文家的發展 圓明會會站在就是原住民的立場來看待這個問題 所以目前來講這個三棟的建築物 我們已經進行上網招標的工作 希望這個空間能夠重新做規劃設計 然後能夠來活用這個這邊的空間 能夠協助在地自賞自賞 就是促進能夠在地就業的機會 最重要是我們把老人家的健康跟這個老人家的未來我們放在心上 我們來一起照顧老人家大概是這樣 我們這個部落現在沒有地方可以讓長者聚集在一起 所以我們就跟圓明會跟他們討論申請說 這邊是不是可以讓我們的長者在這個地方可以做他們的一個空間 那他們圓明會長官以及圓明局的長官來這個地方 就是他們很有誠意的跟我們一起來在這個地方討論 然後我們有需求的不足的他們就是想辦法幫我們解決 所以我們這一次真的是非常的感謝他們 新宜鄉東埔村文建站原本設置在逸林的多工人及貴所 但是場地狹窄又小不夠使用 居民想到圓明會的東埔活動中心已經荒廢多年 希望清除實用協助火化 新營鄉公所也答應會提供各方面的協助 下面活動中心場地會比較小 如果移到這邊這邊就是它既有空間很大 而且光線各方面條件都還不錯 只是說它年久失修 如果說再把它稍微整理一下 我想對我們部落的老人家是一個非常好 它可以得到一個很好的照顧 這個中心現在是有分ABC洞 這個疫情如果解封的時候 我們長者要到站的時候就勢必沒有地方 所以我們希望是說這一次的這個會堂 跟會議是說希望讓長者 就是讓這個空間能夠快快的可以 提搏給我們東埔文化健康站 去使用讓長者可以快快這個地方 多年以來圓明慧都希望能夠火化東埔活動中心 但是最近發包還是得到流標的結果 此次副主委太對前來會開 讓東埔文化健康很高興之外 更加希望圓明慧能夠早日不用給文化健康使用 記者雙金服務行李箱採訪報導